所以我們來看就是台中的武力 有民眾在經濟 看醫生的時候 最重要是心中掉了很快 不過你要叫救護車 最快民間的救護車 說要四十分鐘才夠 所以這經濟就像這個 一救卡的電話 想不到消防救這邊是說不買債 現在有這個市員這期說 怎麼會這樣 這台中市消防救一方面 來承認這種情況 不過一方面又來強調說 便宜跟便宜 因為這個專制不是不能來救這個一救的 議會裡面議員拿到表議 媒體台中市一救救護車 既絕再進去的病患 難道法規比人命還重要嗎 台中市黑衣自衛市民 零星五到親屬去看醫生 突然我們心跳跳到百次 他出第一時間 要求民間的救護車來送去病患 對香港要四十分鐘 因為正常進去 快要向消防救一救來救助 救救人們既絕 議員媒體說 是不是要換車 他都在親屬外面一百公司 醫救救救車 這麼快要求人 這個病患已經在診所了 所以我們119不能去載送 是邀請這個病患 就離開診所 躺在診所門口的馬路邊 這樣119才能載送 議員拿到法令來問 消防救的官員 照經濟醫療救護法 中台商賣法醫救是不可以載 官員解釋說 台中市不會發行為載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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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 這種回答連台中市 微信交通也看不下去 他說法律是死的 人是壞的 僅僅病醫專精是不能叫醫救 但是經濟的狀況沒有在這個限制裡面 當民眾有緊急需要的時候 我們政府都義不容辭 法就是這樣規定 所以我都沒有彈性 我想這樣子是 如果說可以有一點點彈性 那這個應該是會比較 是更貼切啦 環節最好是等了40分鐘 由民間的救護車來送去大便宜 不過這種的情形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只發生在台中市 微信交方面表示 會跟小王兄跟便宜跟共同交通 表面這種情形更再發生 記者 綜合報導